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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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炒桂雕 主要材料都是可粉 芽菜 蝦 另外還有其他材料 我逐樣逐樣介紹給大家 首先醃蝦 其他的可以慢慢處理 這些是急凍蝦仁 先讓淡鹽水解凍 等它解凍完再處理 蝦已經解凍了 先撈乾水 用廚紙把它印乾 現在進行調味 蝦本身有大鹹味 所以調味不要太重手 半茶匙糖 少許鹽 因為這裏只有十二隻蝦 所以我只用三分一茶匙的鹽 少許胡椒粉 兩茶匙生粉 少許芝麻油 把它拌勻 放進去 如果說夠一點都可以放些蛋白 但是這麼少蝦 我就不做這個步驟了 我們入保鮮袋冷藏 包好之後放進冰箱 最好冷藏一個小時 蝦會爽彈一點 好味道 我們趁蝦 在醃製的時候 就準備好配料 有洋蔥 芽菜 蔥頭 辣椒 辣椒 辣椒的自行決定 落不落辣 還有一些青椒 韭黃 還有蔥 我們將它全部切好 芽菜溫水先浸 否則它很快會變黑 和會乾 我們將蔥頭切片 到3至4厘米 辣椒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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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 我們都洗洗去 頭的兩吋 大家不要要 因為比較粗 我們大概切到4cm 就行了 我們先切好火腿絲 和叉燒絲 叉燒太厚 我們切薄一點 先切絲 否則切出來 不漂亮 然後我們將兩隻雞蛋打散去 這個時候 我們調整醬汁 待會炒起來 就會方便很多 一茶匙糖 一茶匙鹽 一湯匙咖喱粉 一茶匙黃薑粉 少許胡椒粉 1.5湯匙清水 然後將它拌勻 好 我們放在一邊備用 還有河粉有兩隻 炒河是比較好炒的 如果買錯了 買了湯河回來炒 不是炒不到 不過是比較難炒 我們先開火燒熱的鑊 先開火燒熱的鑊 好 然後我們放兩湯匙油 先把配料炒熟 先把配料炒熟 青椒 洋蔥 蔥頭 和辣椒 好 然後放芽菜 炒一會兒 好 然後放進去 炒熟絲 和火腿絲 炒熟絲 然後倒進去 好 然後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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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倒進去 因為我們家裡的爐頭 火力不夠 所以要分開兩次做 所以要分開兩次做 我們先洗乾淨 好 好 我們先燒熱的鑊 然後放兩湯匙油 把剛才醃好的蝦煎熟 大約一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倒進配料裡 把蛋液炒至半熟 然後可以加入河粉 然後把剛才的配料放進去 把醃好的醬汁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把醬汁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把醬汁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和九龍 可以上碟 再灑一些熟芝麻 一個炒桂雕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訂閱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